我們上一次講到奧德秀斯因為不小心而困在山洞裡面 裡面有一個愛吃人的邪惡巨人 而且他還會講台語喔 就在這個維吉緊要關頭之間 奧德秀斯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? 我們繼續看下去就知道了 這時我們又回到了滿市食物的山洞 因為台灣秘魯世界荷林 所以巨人喝一喝就睡著了 同伴們幾乎想盡辦法交盡腦汁 想要處理掉這個巨人 但是呢 聰明的奧德秀斯想到了一個更完美的計謀 能夠讓他順利逃脫 當巨人吃飽喝足睡醒的時候 卻看到了 就看到奧德秀斯與他的兄弟們拿著又長又粗又壯的布條 直接插進了他的眼睛 夭壽喔 真的很痛的啦 我找不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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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巨人在洞裡面的慘叫吸引了很多同伴們的關注 他們急忙的問到 發生了什麼事情 救人喔 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 是誰人撞的 洞裡的獨眼巨人 想了又想 是剛才的阿強了啦 去拔我 我沒看到了啦 剛才的阿強啊 你是什麼時代的人 頭靠這空有力嗎 我知道你中一個裡面 我在門口搞蛋 你中戰士啊 欸 怎麼辦啊 噓 閉嘴 奧德秀斯 搞個命令兄弟們躲在冰陽的肚子裡面 因為這樣子他們全抓不到 所有的同伴惡話不說 趕快躲進冰陽的肚子裡面 突然覺得這個姿勢還蠻猥的 閉嘴 閉嘴 你這個死配音的 哈哈哈哈 不 不再亂講啦 繼續 那獨眼巨人就打開了石頭大門 我沒看到了 但是說我批得對啦 我批到你會不會啦 你走不去啊 跟你娘 出去吃炒了囉 好 我點一個 一顆 兩顆 三顆 四顆 五顆 五顆 因為巨人 楚陽的關係睡著了 奧德秀斯只能請他們兄弟們趕快跑回城上了 奧德秀斯就很得意的大喊著 欸 寂寞眼的巨人 臨飛就是奧德秀斯啦 夭我啊 笨蛋 我們去看 了 聚人 推把倒退 立刻召喚鬼子來壓他們 你一定要這麼欠達嗎 你管我 我爽啊 ahuは 熟二 奧德秀斯就這樣平安的搭上船離開了 但是奧德秀斯萬萬沒有想到 獨眼巨人的老爸就是海神波賽頓 看來這趟旅程還要繼續的講下去 就這樣子奧德秀斯的18條好漢 一條就被巨人給吃掉了 之後呢獨眼巨人用LINE傳給了他的老爸說 有人欺負他 他的名字叫做奧德秀斯 這個比喻就好像是你今天要出行 但是呢你去媽祖廟給媽祖吃了一個豆腐一樣 你想旅程會非常平安嗎 究竟奧德秀斯能夠平安的回家 還是又遇到什麼特殊的事情呢 我們下禮拜再見囉